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和尚一样 崛起 崛起的意思就是凸起来的意思 堆砌 我们有两种意思 可以是用砖石与泥灰粘合起来 那个步骤我们叫做堆砌 或者我们拿来比喻文章用着大量华丽 可是却无用的词语我们也叫做堆砌 接下去是遮蔽 遮蔽的意思是掩盖或者图揽的意思 没落 没落指的是衰败 去向覆灭 接下去是淹没 淹没 淹没的意思也是埋没 淹长的意思 好 同学们学会了这六个词语了吗 那接下去 好 那么接下来这个部分呢 那我们来学习写一篇继续文 你曾经游览或者参观过的历史古迹 著名景点或者别具特色的建筑 我们来写下来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范文 就是景点是马六甲 那由于马六甲是在1956年宣布独立的 从英国那边得到独立 那马六甲有什么特征呢 它有充满历史的建筑 比如说红屋 荷兰红屋 圣保罗堂 苏丹王朝的故事 还有维多利亚 女皇的喷泉等等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每一个特征 它都有它的特定的历史的故事 来写出这篇继续文 比如说圣保罗堂 我们可以说明它在1521年 是由葡萄牙将军信建的 之后是荷兰人为它取名叫做圣保罗堂 另外当然还有这个维多利亚女皇喷泉 它是由英国殖民政府特地从英国运回来的这个喷泉 它的下方呢 是有八个造型非常非常独特的喷水兽 好 之后的感想我们可以说一说 我们可以在马六甲看到 龙屋附近有许多花销的三轮车 他们会用超级英雄为主题 甚至播放音乐或者等等的花式花样 来布置他们的三轮车 可以存在旅客兜风 那我们也可以说在最后 我们来到了这个马六甲 学会了许多有关苏丹 荷兰 葡萄牙 英国统治的资料 实在是获益不浅 那同学们当然你们也可以写 用你们的方式写出这一篇继续文 好的 那这里呢是六年级华文单元二十三 词语还有继续文教学 谢谢大家